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頻道 首先這裡有大馬Sir,馬雷近 馬雷近 馬雷近 寶州的真BC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嘗試真迪好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向報和三台沙冷氣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將一個齊抗疫 並經濟反濫醜的信息傳揚出去 好了,今天英國的最大件事 當然就是這個歐冠杯 很不幸,戰到最後一刻就輸了 但是其實同樣地 英國有另一個人都是為了BNO祖國 添上一筆色彩的 但是就變成第二位了 是誰呢? 就是這個維珍航空的老闆 Richard Branson 布蘭森先生 其實他今天創了一個歷史 就是用了他自家製的太空船 飛了上太空 一段時間四分鐘之後就回到地球 終於就好好的完成了他人生最大的願望 這件事其實在英國當然是變成第二 第二件事 就是頭條第二 如果說英國的足球是A1版 它是A2版 大家明白 但是在美國這些地方全部變成A1版 我看到有些群組說 早前英國相隔半世紀 入到總決賽 一定是BNO腳頭好 所以他們才能入到決賽 那現在怎麼辦呢? 那現在怎麼辦呢? 輸了到最後 腳頭好入決賽 最後臨門脫腳 他以為自己什麼呀? 香港茶餐廳呀? 菠蘿雞茶飯 痴得就痴 當然痴得就痴 這班人生平都是靠痴的 文清自台就文清禍港 這些東西 我們說回英國億萬富豪 維珍航空的布蘭森先生 他簡直說 這是我一生人最完整的體驗 其實他飛上去的地方 當然不是英國 他是在墨西哥州的太空機 在美國太空基地那裡飛上去的 他一直以來那個計劃就是這樣的 就用一隻叫做白色騎士號 就載著他的那架飛機 就載著他的太空船 就升到五萬呎高空 那當他升到五萬呎高空之後 就開始分離了 他那隻太空船 就叫做Space ship 2 太空船2號 這個名字很簡單 就和他那個白色騎士號分離 然後馬上加速到三馬克 砰砰聲飛了上去 就再升高到十萬公尺 十萬公尺的高空 在太空接近 在太空那裡浮了四分鐘 然後隨隨降落 就回到地球 完完整整 就終於成功了 而他這一次的太空旅程 就好像有些台貢的色彩 因為其實這個背座師 世界首富背座師 他自己都說 九天之後就會上太空 而這個背座師 而這個背座師 當這個背座師說 我九天 即是二十號上太空 的時候 星期五 接下來這個 說上太空那時候 不久 這個暴男心就說 我現在要搶先過你 就是今天飛了上去 其實真的太容易 他壓有一點點 是不是跟他鬥氣的情況呢 那就不得而知了 其實為什麼 第一個不是這個 Elon Musk 我經常都問 吹得這麼大 果然不是他 是嗎 是呀 Elon Musk 不敢升 是吧 因為他知道自己的東西 是流肥 這個就不得而知了 老蕭幫他 他這麼喜歡 老蕭跟他一起升 不過他給不起錢 跟他一起升 升天 他搞五點都是升仙的 大哥 沒事的 一起吃下草 升不到就升仙 而且留意一下 他那隻東西 有一個問題 就是 是經歷過很多次失敗 其實如果說穩陣 我覺得未必穩陣 他那隻東西 我有些擔心的 就是他伸近一兩次才說成功 而已 伸近幾次才說成功而已 那不行 反而阿布蘭 這隻都挺厲害的 他當他升上天之後呢 他又說那番話的 他就說 他就說 當我在這個小孩的時候 我整天就懷著一個 仰望著星空 在那裡發夢 現在我大了 就是擁有著一架太空船 看回去我們的地球 美麗的地球 去下一個世紀 和下一個世紀 下一個世代的 夢想家說 如果我們 能夠做到的話 你幻想你能夠做到的話 你就能夠做到的 這樣說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的話 只想你能夠做到的 他都一百年多 其實都很厲害 為什麼呢 這一次的成功 就是代表了 這個太空旅遊的旅程碑 因為其實 現在已經 就是當他升空之前 他已經收了六百個人 給了錢 他說我們要做第二 我們要下趟上去 就是我們了 這樣說 那這六百個人 每人給了二十五萬美金 然後飛上太空 都算是這樣的 所以下一次 應該會有第二 第三第四次上的 這一次成功 他下來之後 就很開心 就簡直是 和人們玩了 騎博馬 是別人騎他 不是他騎人 以他七十幾歲的年紀來講 別人騎他 還這麼開心呢 可以看到其實他都挺身臟力健 我玩得了 這位老帥 是啊 他這一次上去 就除了兩個飛行員之外 還有三個人陪他 都是他的專家 而他整個隊伍 包括他在上面 那架白色騎士號 一共二十二人 那背座師就二十號飛上天 用他的藍色企圓號 那有些人呢 就開玩笑的說 你上了去 你上了去 要小心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現在是沒有保險的 如果上了去喝冬瓜豆腐 就沒有保險 這樣說 但是相對來說 這個Elon Mars 這個電動車救世主 有一件事是不同的 他就已經指明到性 就是跟這個 美國太空總署 做火星計畫 指明到性是用他的火箭去做其中一個 下地氣的 這樣 這樣 希望他 說一會兒 那我們就說一下這個 好玩得的老闆 布蘭辛先生 他是怎樣 其實 對他 對他影響最大的人 究竟是誰呢 其實就是他媽媽 那他媽媽是今年一月左右 才不在 那個布蘭辛先生的媽媽 是什麼人呢 他叫做伊芙布蘭辛女士 年輕的時候 為了去學畫長機 就去玩女扮男裝 去學畫長機 二次大戰的時候 以一個女兒兒身 加入了皇家海軍 做個空姐 是 馬雷斤 好厲害好厲害 這些女人真是好厲害 這些女士 搞過房地產 寫過書 做過耳傳 所以每一次提起他媽媽都說 我媽媽從來都不會 站在原地 她就是 她教識了我 她是我生命的導師 就是沒有時停 那這個布蘭辛呢 小時候 都已經是 紮紮跳 但是呢 原來他就有些讀寫障礙 所以 令到他讀書 就一般 到他十五歲的時候 他生氣起來 我不讀了 讀不行了 就走出來創業 有一個傳說 就是校長寫給他 林別鎮賢 就是說 你這個臭小子 要不就發大大 要不就坐穿奴 這樣說 就是說 你這個東西都是麻煩的 後來 他就說 他搞了一本雜誌 就叫做 學生雜誌 就說學生流行文化 就是類似當年本Yes 這樣 最後就找了很多人來做專訪的 那 就儲了第一桶金之後呢 就開始見到 當時的唱片業就幾好 那 打算去賣唱片 開頭賣唱片 那時候呢 就有一個女生跟她說 你們都是 做生意 你是初歌 怕不怕 那時候她在想著 我當時叫什麼名字 於是就叫了自己 這樣叫做 Virgin為真航空 意思呢 就是 就是處女 就是處女 就是說 我們都是初歌 出來做生意 但是給人的感覺就清新了 所以越來越好 專門賣唱片 那時候是賣唱片的 但是呢 就是 在英國賣唱片 都有些成績 但是當時 後來 就做了唱片 她就想不如我去製唱片 製唱片 搞音樂 製作 在英國搞音樂 於是呢 就用3萬英鎊 銀行貸款 3萬英鎊 就做了錄音室 就變成為真唱片公司 然後簽了很多樂隊回來 就 個個都變成功藝人 變成一間很厲害的 獨立唱片公司 那如果她繼續做下去 就沒有問題 但是 這傢伙 好像她老母 那樣的嘛 沒有時停 那時候呢 她就看到 航空業 良幼不齊 有些航空公司 說 都搞不到 那不如我現在有錢 沒有東西做 即是有錢 想搞其他事情 竟然就開始去搞 維珍航空 是的 就搞個廉價航空公司 維珍航空 那麼 沒多久呢 就竟然變成第二大航空公司 因為廉價航空當時是有市場 那在1992年那時候呢 她那張維珍唱片就已經是 世界第四大唱片公司 很厲害的了 而且還有滾石樂隊 Rolling Stone 是的 厲害到無論 如果大家想不到Rolling Stone有多厲害 當年SARS 當年SARS 安省是受到嚴重重挫的 令到整個旅行業翻生 那時候呢 就特意請了Rolling Stone來唱歌 來翻生 那些人全部湧來聽 翻生 後來香港就學了加拿大 就又搞一檔這些東西 就當然了 我就不以置評了 大家都聽到有些負評事發生 是吧 後來 主要是搞旅遊業 但是呢 當時她維珍唱片就很厲害 但是維珍航空呢 就不是那麼好 她的大西洋 維珍的大西洋航空公司就不行 於是她竟然 她竟然 兩個之間取捨 竟然就 放棄了唱片公司 啊 真的這麼喜歡 搞飛機 搞航空業 是啊 她媽媽是做過相關行業的 她說過 嗯 就將她經營了二十年的唱片公司 用了五億六千萬賣給EMI 這個你猜不到 有了這些錢呢 她就不停地索性把它變成一個品牌 除了維珍航空之外呢 就搞那些維珍電訊啊 維珍金 就是鐵路啊 娛樂啊 旅遊啊 百貨什麼東西都搞 什麼Virgin Mobile 那些現在都在 維珍也是 我們都有以前的 搞得就搞 那有些人說 你搞這麼多飯事 為什麼呢 她說 沒有東西啊 我不能夠容忍無聊 一旦發覺有些行業 我涉足的 見到他們 他們做得這麼差 好嗎 我都來搞一下 啊 這樣 那 其實她有樣東西厲害的 就是搞牆頭 譬如說在九十年代呢 她就 正如 爆來近的一句 屁股痕 就竟然去搞 那個維珍可樂 維珍果汁 那為了宣傳呢 就做了一個坦克 駛入 駛入 Times Square 時代廣場 然後呢 就壓扁了一大堆可樂 來講到自己很厲害的 有一張想為正的 神經病 那她都 那譬如說 她想搞婚紗業 於是就 男辦女裝 穿婚紗 那如果她說 想搞維珍 手機 手機行業 Vegion Mobile 那時候 通訊業 她就找了一大堆 沒有特意 近乎全裸 打著 見到的地方 都收到的標語 就在 倫敦街頭 拿炮 那 就是這些灼頭的東西 就做到足 好像出電信 沒有什麼關係 那些人都記得你 問題是她是做得出的 這個有錢人做得出 那一刻才該死的 做生意夠狠 那 而她自己本身這個人 是喜歡冒險的 1986年那時候 她那時候是賣了她那個 她那一檔 遺親唱片之前 她說她自己喜歡冒險 那於是就 做個熱氣球 就嘗試用熱氣球 穿越大西洋 破了世界紀錄 當時的世界紀錄 那 那當時她是第一個 用熱氣球 穿越大西洋 和太平洋的人 後來成為 那後來呢 在薩達姆年代 薩達姆抓了一群 英國人做人質 那布南森呢 就竟然用她 竟然走她的藥彈國王 就跟她說 就說 就說說服薩達姆 喂 還一些人質過來 我給一些醫療用品 去換人 行不行 結果就救回那43個英國人質 甚至把她屬下的維珍航空飛機 就降落了在巴格達 救那些中立國家的人質 結果呢 就所有人都服了她 所以她後來就成為阿sir 就是現在那些人在他前面 整個大sir的sir字 是有原因的 那當她維珍航空呢 誕生二十週年那時候呢 她又走去搞一個 拿著高速的水陸兩棲 那些塞車 穿過了這個英倫海峽 就是你 你是古古怪怪的 後來自己 成立了一家保險公司 第一家顧客就是自己 於是就變成了維珍 insurance 維珍保險 那什麼東西都敢死的了 而現在她研發太空船 那終於她是成功了 那對她來說呢 她都覺得應該是 未必是此生無憾的 可能她下一次呢 就是想想想想 飛信月球都有知道的 我相信以她這個人來講 就是 屁屁什麼都做的話 可能下一次的冒險 想不到七十幾歲了 這條死人 七十幾歲了 看不出 因為她的嘴巴也是一樣 劉鬍就是幾十年都這樣 幾十年都是這樣的樣子 而且你看到她的體格都很厲害 那她現在說以前夢想成功了 那有六百人給了錢 她準備上太空 那隨之而來的 我相信她又會搞月球 或者上去太空站都還沒頂 上去太空站住回 一頭半個月都還沒頂 這個我個人的估計 可能 可能 因為始終回到這麼少年紀 你在一些不正常的生活環境之下 好來講 要訓練 你看看太空人 星空都要訓練一排才能上去 是 其實她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我記得我們 大家知道 有一個叫X元素 X Factor 澳洲版其實她還做這個叫做 挑戰 不是 裁判 哦 哦 這樣也好一點 她也有資格挑戰的 裏面的那些項目 扮女人嗎 扮女人 扮女人很少個個案 她都扮習慣的 上次跟這個大馬的A.Asia老闆輸到 不知道什麼 又是賭輸了 又要扮女人扮她的空姐 在機上服務客人 哦 好玩的 這個人 哦 這樣也算是這樣的 但是她穿上黑屍的 很厲害的 魚枉絲物的 是啊 很專業的空姐 哈哈 但問題是她自己肯 賭書肯瘋 都算是一個傳奇人物 這個人 我覺得她的樣子好像獅子 因為有金毛 之後有一點鬍鬚 又是這樣的 好像獅子 如果世界上少了她這個人 就應該都會很寂寞的 哈哈 這個世界少了 我期待她下一次的冒險 我真的很期待 聽到如果她上月球的 哇 正 而且她有一點和背座師鬥氣 我要比你9天早上去 哈哈 榮譽是屬於我的 啊 好厲害 那我們就講到這裡 回來再講其他話題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